各位大家好,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介绍FEMA的三服贴 首先你如果购买FEMA的三服贴呢 这个三服贴的这个三服贴包呢 这里面就有包含了一瓶50克的甜酒粉 还有一捆25片,然后六捆150片的三服贴的贴片 还有那个中文跟英文的说明书呢 各一份,这样就是我们的三服贴的方便包 那接下来呢,来介绍一下FEMA的三服贴的特色 FEMA的三服贴呢,这个粉很方便,因为我们都帮你们调好了 所以你们不需要调,然后放在病人身上非常安全,不会起泡 所以说欢迎大家尽量使用 那接下来介绍跟大家介绍怎么来调配FEMA的三服贴粉 首先呢,你应该去准备一个,这个二分之一勺的teaspoon 二分之一的teaspoon呢,这个一个teaspoon呢,准备一支 然后呢,把这个甜酒粉呢,准备好,放在这个一个容器里头 然后呢,一个一个teaspoon呢,等于是1.75克的甜酒粉 所以说如果说,您用10克的量的话呢,您就挖,就是用这个,这个用二分之一的这个teaspoon呢,用六勺 把它刮平,刮到一个平时,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呢,已经有,特别为你们准备呢,这个,这个甜酒粉,这个是六勺的甜酒粉 那有10克,六勺刚好有10克的甜酒粉在里头 那接下来呢,我们教大家怎么去量这个水 那这个水呢,也让你还是用这个二分之一的teaspoon呢,来量这个水 那这个10克的粉呢,这样的一个10克的粉呢,其实就配4个teaspoon的水 然后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呢,这个水呢,已经是预先量好的水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水呢,放到这个,这个甜酒粉里头 然后呢,您准备一支这样的糖池呢,开始搅,就是搅,搅 把这个,把这个,这个粉状跟水混合以后呢,就会变成了是一个泥状的这个,这个,这个,这个药丸 然后,这样子的话呢,就已经接近了半成品 就是我们大概接近快完成了 那这个地方呢,现在各位看到了这一个呢,是我们已经调好的粉 那粉呢,这个调好了以后呢,就可以做成一个泥状 或者是,就是把水跟要充分的混合以后呢,就可以了 那,接下来呢,我们就是会把这个混合的这个,这个,这个大的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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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酒丸呢 直接做成这个小的一个天酒丸 那这个天酒丸呢,一颗大概是0.5到0.6克 那这样子呢,就可以,就可以使用 那你也可以不需要用这个,就是做成这个小丸 你可以拿一般,平常我们家里在用的这个果酱的刀呢,直接挖一点出来呢,抹瓶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,就是大概就是0.5,0.6克的量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,是我们预先帮你们做好的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三副贴片的这个一个展示 那你只要是把它呢,就是用这个刮刀也可以直接挖起来呢,把它刮平在这个垫片上 那这样子呢,就可以,就可以使用了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呢,怎么,怎么贴这个三副贴的这个贴片,如何贴在病人的身上 把你的左手呢,放在这个蓝色的这个,这个,这个,这个贴片上 然后你的右手呢,再厚住的这个白色的垫片 然后呢,我们开始准备贴 贴的时候呢,请,呃,将这个原色的垫片呢,对准的穴位 然后呢,由下,由下往上贴,贴完以后呢,到最后的时候呢,再将这个,蓝色的这个小条呢,给接下来就行了 好,这样子,然后呢,再整个把它,我们将呢,已经准备好的这个贴片呢 在这个贴片的圆形点呢,对准了穴位,直接对准了穴位以后呢,然后呢,由下往上贴,贴上来 然后呢,最后呢,我们再将这个,呃,这个,蓝色的这个横条呢,给接下来就可以了 来,这样子,然后呢,这样就完成了 好,那我们的三个贴,呃,的那个,使用的介绍呢,就到这里结束 那如果在您,呃,做完那三个贴以后呢,呃,请您,呃,要告诉您的病人呢,呃,呃,不要做剧烈的运动,呃,不要到日光下去曝晒 那一般,呃,呃,呃,留贴的时间呢,呃,大概是在两小时到三小时左右,就有疗效了 如果您还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您随时与编码公司联络 谢谢大家